今天早上我还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 我先来做一个见证 因为我觉得神非常非常爱我们 祂就是一个行神迹的神 祂就是医治的神 所以我请PPT给我们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并有牧师的朋友 他是BSSM学生 他上两个礼拜发了这个见证 给我们看 这个见证大概网络上都已经有了 BSSM美国伯特利学校 他们每一年学生 在上月到四月都到全球各国去宣教Mission Street 那么其中有一个学生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太多学生 千多个学生 然后他就到了那个地方宣教的时候 就不认识的地方陌生的地方 进到一间店的时候 他就领受到上帝有花语 对那个counter的一个妇女 The woman at the counter 说跟她有预言要对她 说有神的歧视 这个学生呢 他就领受到两个预言给这个妈妈 这个不认识的一个妈妈 他说呢 你家里有两个孩子 他跟这个妈妈说 神歧视我 你家有两个孩子 他说其中一个孩子 生来就是残缺的 生来就是残缺的 当然那妈妈就很感动 因为不认识的人 陌生的人 竟然把他真实的状况讲出来 所以这个学生呢 简单的就为这个妈妈祷告 孩子 残缺的孩子在家 这个妈妈在店里面 Counter那边 大概是做工的人 所以这个学生呢 神学生就为这个妈妈祷告 为他家里的孩子祷告 祷告就是简单祷告完了 也没有说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呢 第二天早上呢 这个妈妈呢 起来的时候就发现 他家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三岁了 你看这些就是他们信息 他们直接把视频 他们发信息 这个妈妈呢 这个孩子 他生出来 现在已经三岁了 这个脚没有骨头 膝盖下面没有骨头 所以这个孩子 医生说 医生不能走路 因为他没有骨头啊 所以你看他的 还有另外一个照片 上面一个照片 还有吗 你看这个就是 你看这个脚啊 你就知道 这个是长缺的脚 从这边下去呢 就没有骨头 所以呢 但是那个妈妈 第二天早上 起来 猎场 帮这个孩子 洗澡的时候 他就发现 今天早上 这个孩子不一样 原来当他帮他洗澡的时候呢 他一摸 这个脚的骨头 伸出来了 我们拍张荣耀 归给我们的孙 这个脚的骨头 伸出来了 所以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照片 就是那个孩子 走路的照片 刚才回去 所以这个妈妈说呢 这个孩子呢 他就拍照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孩子 三岁的孩子呢 人生中第一次 走第一步 我们拍张荣耀 归给孙 没有骨头的脚 能够伸出骨头来 第一天指挥 不是牧师 不是会长 不是什么伟大的人 去祷告 只不过是一个神学生 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今天早上呢 我很兴奋 因为我 我要对第一天指挥 不断地宣告说 上帝在这个后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他要兴起 他的教会 就是这样的powerful 他的教会 就是这样的荣耀 所以你就是教会 你就是这么样的powerful 你就是这样的glorious 所以你要对我们的上帝 的爱 有信心 说阿们 你要相信上帝 对他的教会的爱 因为神特别特别 神爱的就是他的教会 神爱的就是他的家 他的教会 他的家就是你 就是我 所以他要兴起 你跟我怎么样 越来越荣耀 越来越认识他 所以这些神迹 其实是怎么样子发生的呢 不是因为他是牧师 也不是因为他是会长 或者是他是bishop 都不是的 也不是因为他有那个医病的恩赐 都不是的 只不过是呢 他认识他的神 He knows his God 他认识我的神 他相信他的神 他相信他的神 是伟大的神 是医治的神 And that is all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 拉回到原来的信仰 我们对我们的神的信仰 他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 他就是那位爱我们的神 他是全能的 他就是能医治 但是我们信仰走了太久了 环境旁边太多事情 使我们灰心死亡 以致呢 我们这边相信上帝是全能的 But in reality 我们已经不相信上帝是全能的 我们的思维呢 已经被现实所捆绑了 我们的思维已经被太多太多病痛了 没有得医治而放弃了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 所以在这个时刻呢 当神把他的教会 前进到天国文化的时候 For the Lord bring his church in Moving on forward to kingdom culture 上帝要做的就是 恢复他的爱在家会当中 神要恢复他的身份在家会 God wants to restore his identity into the church 我们一直都在讲 神要恢复我们的身份 这是第一件事情 God wants to restore our identity in him 神恢复我们在他里面的身份 我们是他的孩子 我们是公主 我们是丸子 我们是宝贵 我们是重要的 当你知道你的身份被恢复的时候 你去为病人祷告 你就会发现 生机就是这样子发生 因为你的身份生机发生 因为天父的身份生机发生 不是因为你有医病的恩赐 当然如果你有医病的恩赐 你也可以为病人祷告 也可以得医治 但是在这个季节 in this kingdom culture movement 神不是医治病人 不是因为你有医病的恩赐 It's not because of the gifting 那是因为天父的身份被恢复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祷告说 帮求天父让我们认识他 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We must know him who he is He is who he say he is 他就是那一位他所说的那一位 所以上帝正在带我们前进到 这个恢复里面 上帝的身份恢复在家会里面 He is who he say he is 可以说阿妹吗 好的我们今天早上呢 我要跟大家呢 我没有他讲 还没有看我讲义的PPT之前呢 我要给大家读两个经文 因为我觉得呢 经文是非常重要的 神的话语所讲的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这个以福所书 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样爱他的教会 所以早上我在敬拜的时候呢 神就感动我说 这就是上帝怎么样爱他的教会 Efficient 5 这个经文是讲到夫妻 上帝圈明 上帝教导说 丈夫要怎么爱妻子 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 然后你发现最后他就会讲到 这个是极大的奥秘 他说我讲这一些呢 保罗说我讲这一些呢 其实是直觉什么 直觉教会讲的 上帝用夫妻的爱 用家庭的爱 来表达他对教会的爱 所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这几个经文 1 2 3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 教会为教会舍弃 要用水解决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一起讲荣耀的教会 上帝要建造的是怎么样的教会 荣耀的教会 Glorious Church 他说什么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上帝要建造的教会是没有瑕疵的 no blemish 丈夫也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生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生子 总是怎么样 保养 固息 正像什么 基督带 教会一样 你看这个他说呢 他说保养 固息 feeds they take care of the body 就好像什么 教基督爱 教带教会一样 所以今天早上你从这个以福说几节经文里面 你看到上帝对教会的心 他是最爱的 神最爱的是他的教会 他为教会舍己 他不是为动物舍己 他也不是为植物舍己 他为教会舍己 他最爱的是他的教会 然后他说他要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然后他说我要怎么样 让我的教会怎么样 我要保养固息 保养固息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早上呢 他说他要保养固息他的教会 He want to take good care Good care of his church 保养固息 我希望说呢 弟兄姊妹呢 我们对神的家 你开始用正确的心来对待神的家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对着他的教会 上帝最爱的是他的教会 他要他的教会是荣耀的 没有瑕疵的 他会保养固息 就好像姐妹们 很懂得保养固息自己的脸 让他不老 不灿老 上帝是如此爱他的教会 所以如果你明白天父的心 如果你爱天父的话 你就会爱他所爱的 一起说阿们 跟旁边人讲说 你会爱他所爱的 你怎么证明说你爱天父 你爱他的教会 你就证明你是爱天父的 你爱他所爱的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过去可能对教会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我们看教会好像无所谓随便的 或者是可有可无的 我有爱也可以 没爱也可以有钱拿一块钱 没钱就是不奉献 你没有想 你没有看到 原来上帝这么爱他的教会 如果你爱他所爱的 他必定爱你的 说阿们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顾惜他教会 马拉基四章五到六节 我们一起来看神怎么看他的教会 一起来念 看了耶和华大儿可谓自日未到以前 我必拆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别的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在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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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月的最后一本书 马拉基书 神以家来开始他的创造 神开始创世纪 在创世纪 到最后一卷 九月圣经他说什么 我要末日未到以前 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处在末日的时期 他说在末日 大儿可谓的末日还没有来到之前 我会在教会做什么 我的心是什么 我要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他要恢复家的关系 他要恢复家的关系 我们实质的家庭的关系 也包括我们属灵的家庭的关系 这个是天父的心意 今天早上我要希望说 你可以很兴奋说 原来上帝这么爱教会 那我也要爱他的教会 我不能够让教会有玷污 有皱纹 我不能够让人来欺负他的教会 我不能够再让人伤害他的教会 因为这是上帝所爱的 如果上帝所爱的 有人伤害的 我一定为上帝出头的 说阿妹 今天如果你是家里的父亲 你是一个很爱家庭的父亲 如果有人来伤害你的太太 有人来伤害你的儿女 你会怎么样回应 我告诉你 你就没有命活下去了 如果你遇到一个爱家庭的爸爸 爱家庭的丈夫 你去欺负他家里的任何一个人 你就没有命活下去了 他会拼老命 保护他的太太 他的儿女 因为他爱他的家 对男人来说 对父亲来说 家是最重要的 儿女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敢伤害爸爸的孩子 爸爸的孩子 今天神的教会是属于爸爸的 所以如果有人要欺负神的教会的话 要伤害神的教会的话 爸爸会出面的 因为我们是爸爸的孩子 We are the child of our father Say Amen 我们是爸爸的孩子 我们是爸爸的孩子 有个姐妹跟我讲了一个见证 她说 她从来都没有对爸爸的形象 有任何的问题 她说从小开始 她爸爸都一直跟她讲这一句话 你不用怕 fear not you don't need to be afraid 你不用怕 因为你是有爸爸的孩子 because you have a father you do not need to be afraid because you have a father 你有一个爸爸 我听到我很感动 今天早上天父也是跟我们讲说 你们不用怕 因为你们有一个爱你们的天父 你有一个爸爸 you have a father you have a father 你有一个爸爸 他很爱你很爱你 他姑息你 所以今天早上呢 要让你知道他很爱你 那么 这个经文 最后一句话 旧约圣经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简单讲说 当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 咒诅就没有了 但是反过来 如果家的关系没有建造起来 他就带来咒诅 圣经就是这么样直接了他 所以我们今天说 上帝啊 你医治这块土地 脱离咒诅 其中一个最有效的 医治的方式 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神就医治所有的咒诅说 阿们 让教会的孩子回到天父的怀抱中 让天父的生命回到你的生命里面 让教会的关系得意志 咒诅就自然除掉了 所以今天早上呢 教会是神最爱的 他要保养故事 他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 我们不可以允许仇敌来伤害他的教会 所以我希望说 从今天开始呢 你的心 天父的心就是你的心 天父的心 我爱我的教会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 我的教会是越来越荣耀的 这是天父的心 所以今天早上 Do you have the heart of the father 你有没有天父的心 你如果有天父的心的话 你真的爱天父的话 你就懂得爱他的教会 说Amen 你一定会懂得爱他的教会 你一定会保护他 你会顾惜他 You will take good care of the church of the father Amen 好的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继续我在2月25号 所讲的这个信息 讲到 The kingdom culture the sustainable revival 就是confrontation 讲到这个面词 或者是对词 或者是我们说澄清 我们华语比较讲澄清 那么为什么我刚才把那几个经文先讲在前面呢 因为呢 当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我讲到我们要建立一个文化 就是学习面子 学习澄清 为什么我要学习面子 我要学习澄清 为什么我可以不要啊 因为很多人 你知道现在的人 我很大 我越来越的 self is rising 我很大 我喜欢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牧师你讲是你讲的 那么我把刚才的经文先走在前面 如果你爱神的教会的话 如果你真的是爱上帝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你就会听圣经 对 你一定会遵守圣经 那么这个confrontation呢 这个文化呢 目的是什么 是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 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confrontation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面子 不想去理清 很多的人都在后面讲 后面闲言闲语 后面控告 后面定罪 从来没有去理清 这个人被控告 这个人讲的话是对还是错 没有去找当事人去讲 我们全部都在后面讲 你传我 我传他 一传十十传百 从来没有人回到原点 我们去找那一个人 他有做吗 这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 我们没有回去原点 但是我们就是清 一传十十传百 然后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把整个事情 弄成一个很大的题目 很大件事情 然后呢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伤害 结果就是分裂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明白说 要上帝不允许人伤害他的教会 神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 那么如果荣耀的教会 我们没有一个方式去建造经营的话 我们到头来 这边很想爱耶稣 爱教会 但是生活上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 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 很多的伤害 很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没有去理清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讲这个题目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在建造 后山那教会 前进成为一间荣耀的教会 如果后山那教会 不懂得理清 不懂得对此的话 我们一路上会被很多的 闲言闲语 误告 控告 就又被拆散了 又被拆毁了 所以神说 我不会允许 我要建造的教会 是荣耀的教会 我要教会没有中文 我会顾系他的教会 这是上帝刚才讲的 所以我上一次呢 我已经讲了前面一半 今天我要讲后面一半 How to practically 实质上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此 我刚才已经讲了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对此 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 一定是有一个健康的文化 那么confrontation是天国的文化 是上帝的文化 圣经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神说 不可以闲言闲语 不可以在背后讲人家的坏话 你要去对此 你要去理清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生命 如果没有被建造起来的话 我们还是在一边爱耶稣 爱教会 一边在后面一直讲 一直讲 最后教会还是有选择 那么 所以这个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 一定要懂得对此 好的 我们来看 上一次我已经 如果你还没有听到前面一部分 你回去我们的YouTube 2月25号 我已经讲前面一部分了 现在我们来看 直接跳下去呢 健康面子的五个元 九个元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说的 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呢 神给我很多的炸当 因为我走这个旅程的时候 我有太多问题不明白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中有一天的我就听到 克里斯牧师给我其中一个答案 他说如果你要建造一个成功的教会 有天国文化 你要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 如果你这个教会不懂的confrontation 你一定不能成功的 哇 那个时候我听到 我很沮丧 我很崩溃 因为那一个时候在七年前 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叫confrontation的 教会都是在后面一直讲话 一直在背后 一直讲 一直讲 从来不敢面对讲 没有去历清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 我也是当时的文化 也是不敢跟人家对峙 我觉得很可怕 对峙就好像吵架这样 就是反目沉重 然后就撕破脸皮 我说天啊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关系为主的人 所以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崩溃了 那我再在 后来我回来 这七八年时间 我在训练我自己 理清对峙 然后同工们 我们也一起在理清 一起在对峙 那这一次 上月我去到 另外一个教会分享的时候 他们也在挣扎去 我发现 所有的教会都很乌干 所有的教会都要前进 然后他们 他们请我去训练他们几年了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问我说 许牧师啊 怎样 教会就是有问题 我说学习 澄清 然后这个牧师呢 就跟他的领袖说 我们要去澄清 他的领袖说 他的领袖会发抖啊 我想一下 以前我也是会发抖 我说原来 大概大家都跟我一样 他的领袖说 牧师不可以去对峙啊 不会吵架啊 不可以对峙啊 这牧师就跟我分享 然后我就跟他笑笑一下 我说以前我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进步的话 要前进的话 我们要建造荣耀的教会 你必须要学习 你不学习 你永远就在后面讲 后面讲 后面的谣言 闲言闲语 最后就分裂教会 就伤害教会 你为什么不当面问他 当然我上一次已经讲了 对峙不是来吵架的 只是来理清一下 我是带着很好的态度来 我不是拿着来敲作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做 不是 这不是对峙 对峙是来 我给你机会 听 我给你机会 澄清 你也给我机会 澄清 这个是对峙 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然后那个牧师就问我说 徐牧师那时候我对的 不是东马教 西马教会而已 我面对的是中国 一大批中国的教会 他们全部人都是 你看他的眼神 就像我当初一样 不可能 我们中国人是不会懂得对峙的 我们中国人最厉害 在后面讲话的 最厉害 不要讲 没有了 前面跟你讲 没有 后面转过身 就跟后面 就好像IFM一样的 是不是像IFM 前面跟你讲 其实里面是一窝的问题 最后怎么样 他一转身 他去找别人讲 许牧师怎样 怎样 然后许牧师跟他讲 有什么问题吗 你有什么 是要我承击的 没有没有 牧师没有 转过身 有很多很多很多 最近我们刚刚面对一个Case 这是同工里面 现在我们同工 只要我听到什么 我就去理清 对峙了 然后他说 有一个人就跟我们其中一个同工讲 没事 没事 转过身 跟另外一个同工说 很有事 很有事 蛤 我们就立刻讲 这一个人心里没有身份恢复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要 神怎么样训练我 勇敢的建造健康的文化 我也鼓励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们 你要勇敢 你不可以去听人家背后讲的话 你要鼓励那一个人 告诉你的那一个人说 你有回去找那个原点吗 你有没有回去问当事人吗 我们要一起去建造这个文化 一起说 Amen We need to build together 如果只有许牧师 是不能成功的 这也不是许牧师的教会 我只能跟你讲说 神把你呼召在这里 神要你建造这个教会 你不是替许牧师建造教会 你是替天父建造他的教会 所以如果你的观念没有改变的话 你就以为说是替许牧师建造教会的话 那你是太错了 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 神是要你建造他的教会 所以你一定要同行 你要跟大家一起来 所以我希望说 接下来我们的文化会改变 变成健康的文化 一起说Amen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实质地做呢 第一件事情呢 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尽快地 as soon as possible 跟那个人make an appointment 跟他坐下来谈 我听到是这样的事情 你对我不满意是吗 你是不是我有伤害到你 就立刻坐下来跟他谈 你要跟他谈 尽快地不要拉 因为拉了太久呢 就已经是IFM播出去了 现在不是IFM IFM还不快 这个Facebook 这个更快 一秒全事物都知道了 不可以延迟 所以你要记得 面子不是惩罚 而是为了帮助彼此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 让对方知道 他的行为对你有何影响 你详细的藐视 他的行为带给你什么感受 有feeling 所以当我们坐下来谈的时候 我们要坦白说 那么我们也要学习坦白的接受 不需要去defend 也不需要去denay 因为我们不是来控告你 也不是来定你的罪 我们是来披止帮助 这也是包括我们家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有安全感对对方 我们要有那个身份 所以我们要坦白跟大家讲 弟兄啊 你这样子一直在后面讲我 你已经很影响教会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什么事情 我伤害了你吗 我不舍心踩到你的脚吗 那如果我错了 我就怎么样 我就会跟你道歉 你让我知道 让我给我一个机会 我跟你道歉 你要告诉他你的感受 他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你了 你说你让我觉得很难过 你让我觉得我很痛苦 因为很多人一直回来跟我讲 你这样子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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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 他的行为已经给你什么影响 第三呢 我们刚才看 第三点三呢 保持一个透明 Be transparent 从你的内心 听到内心的真话 所以就好像前不久 我刚刚刚讲 我们同工 面对一个会友 他说没事 没事 这同工也没有经验了 其实他里面有很多事 只是他们抓不到他的心 没有听到他的心的话 只听到他嘴巴的话 嘴巴说没有没有 一转过身 就跟后面的另外 就转出去 跟其他同工讲 讲到一对 那你知道我们同工 反正是在一起的 我们立刻回来对职澄清 所以弟兄姊妹呢 我们要建造一个教会 就好像Bord Jones讲的话 Bord Jones预言说 神的教会会越来越荣耀 直到有一天呢 你攻击教会的一个人 整个教会要起来对抗你 你攻击我家里的一个人 我整个家要起来对抗你 这个是神的教会 要到这么样的合一 这么样的同心 所以你要知道 This is the Father's heart 你抵挡一个人 你就抵挡整个教会 这个是美丽的教会的图片 The Lord is built in such a glorious church 然后呢 所以我们坐下来谈话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让对方觉得说 我们来审判他 我们来骂他 没有的 我们就说 我想来跟你 理清一下 Clearify with you 好的我们第三点是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三点是 不要把对方当作敌人 因为有时候 有一些孩子真的是不听话 或者是有一些人真的是 create and mess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 要有一个心说 不要先把他当作敌人 除非他真的是咒骂教会了 除非他真的是跟魔鬼站在一起了 不然的话呢 我们不要把他当作敌人 因为你一把他当作敌人的话 你就已经是怎么样 你处处就是要攻击他 你不是像 你已经失去了那个家的关系 如果是家的关系的话 我的孩子多坏 我还是把他当作我的家人 我不会把他当作敌人 虽然我很讨厌他的行为 但是我心中的底线是 他还是我的家里的孩子 所以我还是会爱他的 所以我们看他 只看他是为任性的儿子或者女儿 所以你要让他知道 你还是相信的 我真诚的来跟你讲话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理清的话呢 我还是一样的怎么样 我可以信任你 我还是会选择信任你 虽然你过去在外面讲了很多话 但是今天我跟你讲说 你愿意我们一起来理清的话 我还是要选择信任你 你有多看重对方 你对他的影响力就有多大 我们来看3.5 当我们在理清的过程里面 有时候真的是比较复杂 有一些问题 我们就跟对方讲说 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 How can I be a part of the solution 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 然后我们来看3.6 不要与其他人 谈论你对该人的问题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跟这个人之间 有一些问题要理清的 你不要去找老三老师 张三理事 然后再去找 再用发色 发发发发发 我发现我们真的是 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用发色 一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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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却没有 去找单世人来谈 这是错的 这是得罪人 得罪神的方式 所以你发现 不要与其他人谈论 你要学习敬畏神 爱祂的教会 你要回到单世人 一起讲回到单世人 大神讲都不用讲话 一二三回到 再讲一次要回到 要回到单世人 跟左右旁边的人 回到单世人 回到单世人 不要去跟老三 张三理事讲 也不要去发色给别人 回到 再大声喊出来 回到 一定要建立一个荣耀的 教会 回到单世人 好 我们来看三点七呢 三点七是这样 如果你在谈话的过程里 你会发现 你真的有伤害到他 我们 We should be ever ready to confess to say to ask for forgiveness 跟他讲真的对不起 原来我那天的 讲话的态度 伤害到你了 我真的是 没有心觉到 请你老恕我 对不起 是我的错 一个勇敢认错的人 才是真正有身份的人 说阿们 真正勇敢的人 就是勇敢认错的人 我们真的会做错 我们没有不可能 我不可能没有错的 我一定会有错的 如果有人跟我讲 哎 许牧师你 我说OK 当时我真的是忽略了 我伤害到你 对不起 那谢谢你来找我谈 而不是找 张三礼士谈 你找我谈 我敬略你 你是一个有天国文化的基督徒 你来找我谈 太美了 好的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defend 我们愿意怎么样 ever ready to ask for forgiveness 我们老恕了 就恢复了拥有的标准 就是以前我们的关系是这么好 后来发生事情 我们的关系没有了 但是当我老恕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要愿意回到当初 这个是真正的老恕 我希望我们会建造这样一个文化 好的 我们来个3.8呢 让双方都同样尊敬的人 加入你们一起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两个的问题 真的是很糟了 那我们就要找一个 两个人都尊重的人 在我们当中调解一下 所以我们要愿意去调解 我们要愿意去谈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 不愿意去谈 细意就卖个工 为什么呢 他没有安全感 他没有身份 为什么你不敢去讲 因为你怕是你自己错 你怕被别人看到你的软弱 所以我们发现 不愿意去对职的人 都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他非常孤儿 所以他必须在背后讲 引人注意 但是他又不敢当面讲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要找 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愿意说 好的 现在我们关系比较不好了 那我们找一个人来 一起来谈 来解决问题 所以你要愿意 有一些不愿意 不愿意呢 真的是不能解决 我们来看第三点九 发生冲突后 不要离开对方 在康复的过程中 要加倍 努力怎么样 保持亲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包括我们家里的关系 如果这个孩子 跟你这些发生冲突 你骂了他 你跟他理清了之后 你不要 不要隔离他 不要把他放在一边 冷落他 他会很受伤的 当我们关系和好 理清之后呢 我们要定义的 还要更努力的 把关系建造起来 去跟他在一起 不然的话 对方会觉得说 他已经被你审判了 他已经被你定罪了 好的 所以我们来看呢 最后呢 我们来看呢 就是呢 世界是要各种各样的人 才会运转 所以 The world needs It takes all kinds of people to make the world go around 所以呢 有一些人是很有恩典的 有一些人很公义的 那恩典先生也好 公义先生也是好 我们都需要两种的人 所以恩典先生 如果遇见公义先生的话 一定会打架的 因为他一直讲恩典 另外一个人一直讲公义 公义公义 哇 两个人一定会打架的 那么 所以 Chris Moose就讲说 他说 Bill Moose就是非常有恩典的 能做错 立刻就老书 Chris Moose就比较公义 除非你这名给我看 不然我就不会再信任你了 Prove yourself to me 所以呢 两个人 但是你发现 Bill Moose跟Chris Moose 他们配搭了二三十年了 为什么能够这么好呢 原因是因为什么 他们两个懂得彼此的 他们两个懂得彼此 看重对方的意见 也同时学习倾听对方的观点 所以这两个东西造成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人 能够在一起成功的模样 成功的做领袖 就是因为重视对方的意见 看重对方的感觉 倾听对方的观点 然后呢 他们有一个思维呢 别人处理问题的方式 如果与我不一样 不代表他就是犯罪了 所以如果你有这三个思维 在你的头脑里面 你就会知道 你可能是恩典先生 他可能是公义先生 但是两个在一起配搭 还是配搭的完美 说阿美 所以我们要重视对方的意见 不要强词夺理 不要只有 我说是就是是 这种人是没得方法配搭的 不要绝对话 坐下来谈 很多人就是绝对话 我说他有罪就是有罪 我听到上帝说 这是太过绝对话了 坐下来谈一下 然后倾听对方的观点 给他机会听他的意见 最后呢 如果这个人的处理方式 跟你处理方式不一样的话 并不代表他是错的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Let's all stand up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早上呢 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我觉得重点是 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我要学习confrontation 因为我爱天父的教会 因为是天父的教会 他爱他的教会 那我要建造我自己的生命 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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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命成熟 我就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 如果我生命不成熟 我就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 同样的在家里面也一样 如果这个孩子不成熟的话 这个孩子呢 生活言语行为也不成熟的话 常常会给你的家很困扰 很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为了爱我们的家 我们要学习成熟 成熟进步 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说 这是你的教会 你爱你的教会 我今天早上也决定说 我要爱荷萨纳教会 你既然把我放在荷萨纳教会 你叫我来到这个教会 你叫我来到这个教会 你呼召我建造你的家怀 你说 Yes, I am ready I want So, yes, here I am I am ready 你跟天父说 我在这里 我愿意 我愿意建造天父的家怀 不是许牧师的家怀 是天父的家怀 那我要实际上要懂得怎么样生活 跟弟兄姊妹 跟领袖之间的关系 我要懂得怎么生活 其中一个 就是要学习去理清 去理清 你说天父给我勇敢的心 一起讲 天父给我勇敢的心 我不怕 我遇到任何的问题 我愿意去理清 我愿意去回到原点 原第一个人 我要回到当时的那一边 你说天父 让我不再害怕 不是在背后讲 而是在当面的理清 我们跟旁边的人手牵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今天早上我们感恩 你的教会是你最爱的 你不只爱侯撒纳教会 你爱所有的教会 你要建造你的教会 越来越荣耀 你在建造你的教会 漂亮 合一到一个地步 中发预言说 魔鬼对抗一个人 就是对抗整个教会 我宣告说 这一种的生命 能够在教会里面开始发生了 我们要彼此 合一在一起 来爱这个教会 来建造这个教会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 从今天开始 不再害怕对此 不再害怕当面去讲 不再害怕去把我的需要讲出来 我的问题讲出来 因为我已经有天父的心 有天父的圆感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 我们派出荣耀 归给我们的神 上帝祝福大家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